《律法》 比其他福音 我們就給祥福音 可是給祥福音 以後還是需要用律法 刺激他一下 免得他就變成一個很賴皮的記憶徒 很爽懈 不,不努力 不會還是... 不會還是要刺激他 對不對 那個 信了耶稣以后 不要回家吃饭睡觉 就好像就饱了钱 以后死了以后就上天堂 我们还是要 免得他就变成一个 很不追求 不认真的基督徒 所以说 父母是什么需要用律法 还是福音可是也需要用律法 那我说这个 OK你要这样做 当然是 你可以决定 可是这样跟福音神学的做法不一样 律法不会改变一个人 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 不管是新的耶稣以后 你用律法也不会使他 更想要做一个好基督徒 反而会有反效果 OK所以问题是说 我们就觉得 那我们要怎么样 用什么方法使他真的就 长进 做基督徒 越来越要 越来越爱耶稣 越来越喜欢做主的门徒 越来越要跟随耶稣 越来越要 要顺服 OK 越来越要 真的做一个真基督徒 OK 怎么用什么方法 那如果你说你的 OK 你的 你的 我先用这个例子说 经愿派神 觉得说 信了耶稣 上帝说 信了耶稣 我就给你机会 你努力努力努力 看你如果能够做到 能够到最后的这个 期末成绩 70分以上 你就 进天国 OK 福音 神学生说 你的 期末成绩 已经写了 100分 永远不会改变 我在华神 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同学都排手 很高兴 我说 这个是 在上帝的国里 可是你们还是要 缴作业 OK 你们还是要 还是要考试 OK but you see 福音 福音神学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敢 说这句话 开这个支票 你的 期末成绩 已经写了 100分 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OK OK 经愿派神学 说 你信耶稣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参加 这个得救的 这个比赛 OK 如果 最后 你的功课很好 可以做得很好 很好 很好 考到 考到70分以上 你就有永生 这个是 金愿派神学 了解吗 其实 国内有很多 金愿派神学 OK 他们不知道 所以你要回去 你一定要回去 要把这个 这个神学 带回去 这个福音神学 你的期末 成绩 已经写了 100分 OK 那有人 我父母神 你敢 你敢传这样的福音吗 那他们这样 他们这个 最后 以后就会赖皮 就不长进 就不认真 就不 不做门徒 就不 怎么办 我说 他说 我不敢传这样的福音 那我说 上帝都敢传这样的福音 你不敢 干嘛 上帝都敢传这样的福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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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敢传这样的福音 那我自己的经验 是这样 当我开始 传这样的福音 这个认识耶稣 真的知道耶稣 真的了解耶稣 对你的 跟你的关系 我很高兴 和民说 这个是一个关系 他跟你的关系 这样的爱的关系 永远不改变这个爱 我跟你在一起 OK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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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 我一 我就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我就跟你 我就陪你 跟你在一起 在这个爱的关系 当我 而且这个关系 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你所做的 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使得我不爱你 而且你 怎么 你再 你不管再做 什么好事情 更好的事情 也不会使我更爱你 我这个 我的 自己的爱 就是这样决定了 然后怎么这个福音 他说 当我开始 用这样的教导 在我的教会里面 我的教会里面 从 这从开始 我去台湾 1966年 我的教会 那个时候 大概六七十个人的 礼拜天早上 坐 这个聚会 六七十个人 都来 很多老油条 基督徒 这个 不晓得 这个 也许不应该 你这个都在录音 但是 但是好几年 也是这样 也就是这样子 当我开始 我的教导 我的信息 就开始改变 用福音师来教导 发现那些 就有改变 现在台北真理堂 主会崇拜 2500个人 就越来越多 而且那些 在那边 在那边 基督徒 他们非常热心 非常热心 要服侍主 要传福音压主 那这个 所以我发现 福音神学 你可以放心 你不要怕 如果你用福音神学 来造就 你不要怕 他们就 不会 他们会变得 就变得 就变成老油条 基督徒 相反的 如果你是用律法 主义 来教导他们 他们反而就会 越来越 要不 OK 就说 教会里面 有两种 我发现两种 我以前在台湾 我说台湾 我们的神学教育 有进步 大概这二十年来 我们的神学教育 有进步 但是说 我说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用律法 律法是叫人死 对不对 罗马书 用律法叫他们死 然后就 OK 从后门出去的 都是尸首 OK 所以就说 教会就是这样 要不然就是用 宗教哲学 研究 来教导 来造就 来传 没有用福音 来光照 也不一定是用骂 不一定是用恐吓 恐吓 就是用宗教哲学 研究 OK 律法叫他们死 宗教哲学 研究是叫他们 睡觉 那不晓得哪一个不好 反正睡久了 就会死掉 所以反正都变成死的基督徒 OK 但是你用福音 用律法跟福音 来分享神的话 就有光 就有亮光 然后就有生命 那些人真的就会改变 不断的不断的改变 成长 然后你真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怕 用福音来 不只是来叫他们信耶稣 用福音来造就 又使他们成长 长进 用福音这个好消息 这个爱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那个不可思议的 令人昏倒的爱 激励他们 OK 这个一定会使他们想 越来越爱耶稣 越来越想做主的门徒 跟随主 撇下一切来 来生死被死之家 来跟随耶稣 他们会喜欢 OK 所以说问题是 在那个时候 天主教说 你们到底 有没有教他们 有善行 You see 论善行 OK 这个是奥斯堡 奥斯堡信条第六条 论善行 OK 那他们说 你说音信称义 恩典白白的就 那他们怎么会变成好人 You see 你让他变成一个好人 你需要 你需要给他写 动机 You have to motivate people How to motivate people 要做一个好人 OK 那 金愿派 OK 金愿派 谁觉得还是 他们的想法是回到 希腊哲学 理哲学 逻辑 You know 从亚利斯多德 一直到马丁路德 没有人怀疑 人所做的事情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你自己的好处 从亚利斯多德 这个希腊哲学 一直到路德 没有人怀疑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你自己的益处 我说不管是东方西方 东方也一样 人不畏极 怎么样 天 祝地灭 所以东方西方一样 没有人怀疑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你自己的益处 我说从亚利斯多德 一直到路德 没有人怀疑 可是 有人怀疑 有人不同意 有人不同意 谁不同意 耶稣不同意 OK 保罗也不同意 保罗也不同意 保罗说 爱不求自己的益处 哦 神说 我的 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You see 他说 保罗也是 他也是因为了解耶稣 他说 如果你所做的事情 你跟随我 你顺服我 OK 你做我的文章 是为你自己益处 那个不是真人的爱 OK 所以他说 OK Now 所以 那 所以他们说 你们有没有教导善行 OK Well 他们的 他们怎么回答 他说 是 没有问题 我们是教导善行 你要 你要做好人 你不要犯罪 你要 你要 醒善 不要作恶 OK 你要醒善 不作恶 这个 可是这个 原因 动力 从哪里来的 这个动力 这个是 OK 他们说 不是为了自己赚得 奖赏 OK 不是为自己赚得奖赏 赏赏 OK 所以而且 所以他们也讨论 这个问题讨论蛮多 他们在奥斯巴信条 后来在 在这个什么 什么 什么 还有论教皇 权益所谓 还有 邪同事 邪同事里面 都讨论这个 论善行 可是他们不喜欢 天主教说 善行 他们不太喜欢 good works good works 善功 善行 因为那个 这个字 you know 我说 那个有太多 佛教的味道 其实 善功 but actually 那个时候 六世纪的欧洲 没有佛教 所以 他们不喜欢 那个善行 善功 所以你看 那个奥斯巴信条 的第六条 它的题目是什么 不是论善行 奥斯巴信条 第六条的题目 是论 心顺服 the new obedience 他们不喜欢 用善行 或善功 这个字 because you see they talk about the good works good works 是善行 OK the good works 天主教的 good work the天主教的 金元派神学 十六世纪的 金元派神学 讲 good work the定义是什么 the good work is good for who for whom good for who 我的英文文法不好 good for whom OK who is good work is good for say and they said is good for me 我这样做 是有价值 因为我这样做 就堆积功劳 功善 you see 在天上 可以积功 我每次行善 就在天上积功 所以对我是很好 对我有价值 is a good work is a valuable work for me 可是路德 他回到圣经 他说 爱不求自己的义处 为什么我要爱你 爱人如己 是因为对我是好的 you see because 我爱人如己 我关心你 我帮助你 你需要的时候 我给你一杯 给你一杯冷水 口渴的人 you know everything 我他说 你所做的 我都看到 你连一个口渴的人 给他一杯冷水 我都看到 我都会激功 OK 傅里德 我在医生当中 他给多少人一杯冷水 you see you see 你了解吗 这个对我有很大的价值 you see 所以他们说 他们那时候跟那些金元派 神学家 很难很难沟通 所以他们说 我们不喜欢用善行 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叫他们行善 是有 但是我们比较喜欢 我们轮到一种心顺服 我们对神的顺服 是一种心的 OK 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罗马书 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你们从心里顺服 说传给你们道理的模样 OK 记得吗 罗马书第六章 Actually那个道理的 道理的模样 is not exactly道理 It's logos 道 太处有道 OK 道成肉身 所以那个道的模样 the pattern of the道 is not 不是一个抽象的伦理 It is a 活生生的榜样 那个活生生的榜样 是谁 耶稣 you see 道的 pattern is耶稣 道 太处有道 道成肉身 OK Now 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你们从心里顺服 那个顺服跟律法的顺服一样 文师跟法利塞人 他们也 耶稣说你们的意 OK 这个意 OK you see 两种意 记得早上我们提到 两种意 一个是 coram deo 一个是 coram hominibus OK 这个 coram hominibus的意 真的是一个意 OK 这个意不能救你 可是有一种意的表现 这个是 这个是菲尼比书第二章所说的 Work out 那个意的表现 在你的生活里面 这个是他说的 OK 有战战战 Marin Laval 你 experience besoin救我 认真的 认真的 活出来 那个得救的表现 OK 那个活出来 那个意 他说这个意 耶稣在登上保讯 他说你们的意 要超过 文师跟 法利塞人的意 那这个超过文字跟法利塞人的义 不是量 是值 You see 不是说 文字跟耶稣 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些有钱的人 他们就奉献奉献奉献 You see 有一个寡妇 奉献两个小钱 他说他的风险超过那些人 那个不是量 是值 You see 他说你的义 会超过文字跟法利塞人的义 是文字跟法利塞人 顺服神 不是因为爱神 是因为怕神 You see 那怕久了以后 你所怕的对象 你怕久了以后 那个怕会变成什么 从心理学 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你 你怕久了以后 会变成恨 所以路德 路德 听到那个神父 他说 上帝不会计较 这些东西 你只要爱神 路德他就 他就发现 他以前不知道 以前不知道 然后他就发现 我恨他 You see But you see 真的 这个怕久就会变成恨 所以 OK 所以法利塞人 不是爱神 他们是怕神 也怕神 他们不是爱神的律法 他们是怕神的律法 也恨神的律法 OK 所以他们也怕神 恨神 OK 所以他说 你现在不在律法之下 你不在控告 恐吓之下 OK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 罗马书第八章 就是直接了当 就是绝对的 就是不定罪 所以你不在律法之下 你就从心里面开始 所以他们我们有教导 行善 但是我们不喜欢用善行 我们喜欢用论心顺服 这个心顺服 说心里面 OK 那OK Now But 在那个时候 在四六世纪 那些金元派 成学家 对这个事情就有 好大好大的 跟他们有很大的辩论 就在奥斯堡的时候 1530年 开始 他们就在 当场 就开始跟他们辩论 他说 你说 你说 我们是因为 因性成义 OK 他们 因性成义 他说你是因性成义吗 他说你要不要考虑 是不是应该说因爱成义 我们因爱神 因为他们也读圣经 他们也读圣经 所以他们说你看他最顺便 不是因为他信 是因为他爱 你怎么跟他讨论 你怎么跟他讨论这个事情 他最需要许多都设明 因为他的爱 那这个解释它是因爱成义 不是因性成义 OK 你摇头 OK 为什么摇头 第一个 OK 第一个 你第一个印象 这个有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有问题 因为我们说福音 这个是福音 因性成义 因此恩典 相信耶稣 基督成义 对不对 这个福音 每一个题目 每一个 每一个圣经里面的 每一句话的解释 都要 如果跟这个有冲突 跟福音有冲突的话 你的解释是错的 因为这个不会错 OK 所以你说他的罪赦免 因为他的爱多 你如果这样解释 一定跟福音有冲突 那神的话 不会错 所以可是你一看到这个冲突 你应该就 就有红灯 OK 为什么没有冲突 结法 因为其实结果 不是他的 Exactly 你怎么知道 你看上下文 OK 看上下文 昨天有人说 已经结晶 是礼品 还是谁说的 已经结晶 OK Now you see 所以这个 神学也是给我们一些工具 一些方法 所以说 第一个 他的最盛免 因为他爱多 这样的解释 第一个 这个跟福音有冲突 所以 有红光 有红灯 有红光 有红灯就亮起来 所以 OK 所以我要做什么 我要回去 回到房间里面 用我的希腊文 用我的 所有的 这个 技术 来了解 这段经文 就看上下文 从上下文 耶稿 耶稣讲的 比喻 也是这个 这个女人的 她的比喻是什么 她说一个人 被赦免 一百万 那另外一个人 被赦免 五十块钱 她说 谁 谁会 爱她的 她的 她的 那个债主 谁 谁对那个债主的爱 大 那个被赦免一百万 所以你看她许多罪赦免 因为她的爱多 OK Now 这个意思说 所以你可以 看见 你可以看见 她有那么多罪赦免 是因为 她的爱那么多 所以你就知道 她的很多罪是赦免的 不是因为 她的爱多 她的罪赦免的 是因为 她赦免那么多 所以可以看见 她的爱 才会那么多 所以说 上下文 已经解经 上下文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解经的时候 Again 你要小心 你如果 你的解经 他也就说 哦 他的罪 虽然许多都被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所以弟兄姊妹 你爱不爱主啊 你如果 你爱 你如果不爱主 你爱主不够 你的罪不一定赦免了 哦 应该有个红灯 这样说 我的解经 有问题 那就回去 下功夫啊 去看那个上下文 看参考书 看希腊文 看用你所有的 神学院所学的 所有东西 你其实很 其实不难 可以找得出来 为什么你的解经 是错的 你了解我意思吗 就是你说 我们就按照文字 按照这个字句 是没有错 可是你要了解 那个人 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 他意思不是说 因为他爱我那么多 所以我赦免他的罪 他意思是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为什么爱我那么多 是因为 他的赦免 所以他的 所以他的罪 许多罪赦免 了解吗 所以这个解经 要小心一点 要不然 要不然 解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有这个原则 来解经 至少是会给你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线索 你的解经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如果你看这个 你的解经 跟福音有种族的话 第一 停下来 回到书房里面 看上下文 看希腊文 看那个参考书 看那个以经接经 看什么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线索 跟福音有冲突 了解吗 要不然 你不要 你不要 很随便就 就开始 开始 分享神话 就按照你的想法 就解释神的话 很容易 有一些错误 对不对 OK 那 但是 其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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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地方 他们也提到 他们说 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他们说 最后他说 有 有信 有望 有爱 可最大的是爱 最大的不是信 最大的是爱 所以他说 爱比信更重要 Well You see OK 当然 这个爱 爱是最大的 没有问题 从来没有说 信是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他们为什么 不太喜欢跟你讨论 什么叫信 信不是你 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爱 当然爱比信更重要 可是救你的 不是爱 是信 信只不过 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我信就是接受 信 可是信会产生爱 爱很重要 最大的是爱 信是什么 就是一棵树的根 爱是果子 Yeah That's right That's very good Yeah 耶稣也这样说 But You know 他们 他们没有说 爱 当然是最大的 他们从来没有说 信是什么了不起的信 我得救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的信心 还了不起 我得救都是因为 我信的主 了不起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信只不过是一个 反正就是 就是接受 OK 所以 结经 真的要小心 他们在那个时候 很多很多 OK 圣经里面的确 有一些 有一些话 给我们的印象 好像我们得救 是凭着 我们得用生 今天我是凭着 我们的 表现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善功 其实有 应该有 能不能想到 圣经什么地方 就给我们的印象 他说你进天国 对永生是凭着你自己的 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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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功 OK 刚才有人说奴隶 天国是奴隶进去的 这句话也是 19世纪的那些 那些中国学者 翻译圣经 我觉得害了中国教会 害了一百两百年 天国是奴隶进去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奴隶 but you know actually那句话 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 I think I think about 圣子导 那个奴隶是什么 成信的 就是讲成圣 No, no, no 不是成圣 他的天国是奴隶进去的 But you know 那个奴隶 在希腊文 是violence violence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entered by violence Now I don't know exactly what he means by violence 暴力 But it's not 奴隶 I'm not sure what it means But I think it's more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翻译是 天国是用 抢的进去 你有机会 你要抢机会进去 不是奴隶 奴隶 奴隶 可是 中国教会 真的太喜欢那句话 奴隶 我听过太多太多的传道人 弟兄姊妹要努力啊 要努力啊 国度 OK But actually I think 你有机会 你要抢机会 你不要错过机会 你要抢 C.S.Lewis C.S.Lewis 有的人知道C.S.Lewis He talks about 他也讨论自由一致 他也讨论 都是上帝的工作 都是上帝的工作 那么他就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怀疑 他的无神论 越来越怀疑 他错了 可是他说 到一个时候 他也知道 他有机会 他要决定 他有机会 那么他也知道 他说 如果他错过 如果他不 抢这个机会 他也知道 不会永远有这个机会 那个时候会过去 所以 I think I don't know But you know There's something There's a mystery here 他也知道 都是上帝的工作 天国是用抢的 不是奴隶 OK 所以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地方 给我们的印象 我们得救是 没有忍耐到底的 Yeah 忍耐到底的 OK But I think 忍耐到 雅各苏 But you know 雅各苏 他那个比较 不是那么难 他说 他说 信 信 说 信是需要 有行为 才算是真正的信 如果没有行为 那个信是死的 对不对 那个信是死的 所以他也 其实雅各也是一个 解释的一个问题 说 You know 信如果没有行为 是死的 所以那个信还是信 是信是你得救 可是如果没有行为 那个信不是信是死的 OK 那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 也说 唯一的 唯一的重要是 信 所产生的爱 What is that 加拉太书 第五章 第六节 OK How about Shirley念 第五章 我新翻译的 不是 合格版可能比较 你的新翻译 你可以念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礼或不受割礼 都没有用处 唯有那 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 You see 所以这个跟雅各书 没有什么冲突 完全一样 对不对 借着爱所表达的信心才有用处 You see OK Now But also 他这边是谁先谁后 应该是爱坚持 没有 是信 是信 人生发人爱的信心 Yeah 那个人爱是因为信心产生出来的 信心 生发的爱 对不对 Yeah OK OK But you know 新翻译的普通的 Compute 借着爱 OK Now Yang各说这句句话 我们祖宗亚伯拉罕 把儿子以撒先的台上 是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Well I know 看来称义是因个性 我觉得Yang各写这句话 他说他是有点不小心 他应该不是亚伯拉罕的行为 是亚伯拉罕的顺服所表现的信心 他说他用行为证明他有信心 要不然那个信心是死的 You know 有行为的信心 他也算是真的信心 OK OK Yang各说 Yang各说 凡汉族啊族啊族啊的人 不一定进天国 那也是遵守我父的旨意 OK Now 有人跟我说 父母说这句话 你怎么解释啊 这个 汉族啊族啊的人 OK 应该 比如说 那个 十足行传 还有约尔书 旧约的约尔书 都说凡求告主的名都必得救 对不对 凡求告主的名都必得救 可是又说 汉族啊族啊 不一定得救 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个 一听到这个 我们就哇 你汉族啊族啊不够 我们就说 哎呦 我要赶快去传道 赶鬼 新异能 做很多事情 才能够得救 Again 你怎么解释 汉族啊族啊的人 不一定得救 OK 我就说 我要努力 我要认真的 我要 我要传道 赶鬼 新异能 OK Now But 你再去看上下文 那些人 都在传道 赶鬼 新异能 所以问题不是说 你传道 赶鬼 新异能 因为汉族啊族啊 不够 所以你去传道 赶鬼 新异能 就可以得救 他们都在做 But actually 耶稣是对谁 谁讲这句话 你看上下文 耶稣对 假先知 耶稣对 假先知 当然 假先知 汉族啊族啊 当然不会得救 所以这个是 假先知的问题 不是说你 你做得够不够 假先知也做很多很多 可是基本的 你如果是假先知 根本还是一个关系的问题 主会说我不认识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你跟我没有那个关系啊 Actually 所以凡遵行我父的旨意 那 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 他们问 问耶稣 父的旨意 我们要做什么 他说就是要信 信他所差来的儿子 这是父的旨意 You see But anyhow 所以我意思说 你解经的时候 你 你 如果你看到你的解经 跟福音有冲突的话 第一个 应该就有红灯 然后停下来 再 用你在神学院所学的 很多很多的工具 来找出问题在哪里 其实大部分的 可以找得到 问题在哪里 因为正确的解经 不会跟福音有冲突 OK 不会跟福音有冲突 当然福音的广义 也包括律法在里面 OK Now 所以他们说 我们得救 真的是 因这恩典 借助相信 OK Now 我说还有什么别的地方 提到说 我们的 得救是凭着 功 老 凭着我们所做的三功 还有什么别的地方 有没有想到什么地方 德上宝训 德上宝训 Well 那个跟得救 那个没有提到得救 那个是 基督徒的生活的表现 But有一段 在马拉太福音25章 耶稣讲比如 他说 三氧跟绵氧 OK 他说在那个时候 他就把分开 然后就绵氧 他就进来 享受 我天父为你们所预备的 对不对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饿 你就给我东西吃 我渴了 你就给我水喝 我吃上肉体 你就给我衣服穿 我生病 我在监牢里 你来看我 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真的是 因为你们所做的 这那么多那么多的善行 所以你们可以进来 享受 天父为你所预备的 OK 这给你们挑战 如果 如果有期末考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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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出这个题目 从福音的角度 怎么解释这段经文 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所以你们是他们 是要行善的 但是因为是耶稣之后 自然传染 自然的 这个Vicky好厉害 他是我的学生 我讲东西他都知道 OK 他说你们进来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 是什么 他们说 是的 对 你这样做的 我都做了 所以我们就高高兴进来 他们反而 反而非常的压抑 他们说 有吗 没有印象 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 饿了 我给你东西吃 你什么时候 他们就 没有印象 所以可见 他们做的时候 不是为了 讲上而做 了解吗 不是为了讲上而做 OK 所以 爱不求自己的益处 如果他们做的时候 你饿的时候 我给你东西吃 我知道 在天上又有激功 那一口渴的时候 我就给你水盒 在天上又有激功 可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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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All of that 他们做的 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是耶稣的门徒 跟随耶稣 他们爱耶稣 他们就这样很自然地做 然后耶稣说 你做的时候 你都忘了 可是我没有忘记 我都看到 我都注意 我都记得 所以你们进来 因为你们在世上 你的生活的表现 就很自然地就表现出来 你是我的门徒 这个就是菲利比书 不要忘记 我都看到了 你们就进来 了解 OK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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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个动机 那个动力 是什么 OK 带给你再说大声一点 信心的人爱 信心所生发的人爱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他 越深入是耶稣 越深入的人是耶稣 越深入的人是耶稣 对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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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生的看法 就就无形中就变成他对人生的看法 你越认识耶稣 OK 他们就越喜欢这样的生活 他们做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奖 他们做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 因为他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罗马书第十二章 他们可以一方面可以查验神的知识 OK 查验就是看得清楚 可以了解 而且同意 他的知识是两善是可喜悦的 OK 两善是什么意思 是good 是好的 喜悦的是什么意思 喜欢 我就同意 他的知识是好的是我喜欢的 这是好的 You see 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 他们做是因为他们 他们觉得这样做很高兴很喜欢 是我们台湾话说好命 我的台语不好 但是我的发音很 ho mea is that right mea mea 用笔字 ho mea 他们觉得这个是ho mea mea I don't know ho mea 好命 这个是很好 所以他们这样做 不是为了要得 爱不求自己的益处 You see 所以我可是今天派神学家 他们的解禁不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那个没有办法过那个 他们转过来 没有办法转过来 他们希腊哲学 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你自己的益处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逻辑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想不通 神做我的意见 非通你们的意见 You see 你做的 因为你认识我 你就觉得很好 你喜欢 ok now 我们上一次休息是几点休息 要休息吗 ok 我们休息到三点 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讨论 ok 善行 有没有讲响 oh no 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讨论 如果爱不求自己的益处 ok 怎么解释 讲响 ok 这个你们可以想十分钟休息 ok 有没有讲响 感谢观看